所介紹的 我目前也回到台中 然后希望为这块土地 做更多的服务 那今天 我很荣幸能够在这里 发言 来到这里发言 我想不只是因为 不只是因为 我是一个 打算从事政治工作的 年轻人 更是因为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很荣幸我能够以 青年的身份来发言 等到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在纪念228事件 纪念228事件 我想它永远不只是 去回顾 去反省 去检讨 过去这一段 沉痛苦难的历史 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 在台中的228事件 台中的228事件 它本身 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在于 它标记着 一群 青春躁动的灵魂 他们抵抗暴政 他们抵抗 不义的历史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所讲的这段历史 就是我们27部队的历史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今天会倍感荣幸 因为我今天 在这里 是以一个台中青年的身份 来发言 那我想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转型正义 会是我们这个世代年轻人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但想到转型正义 我就想到我当初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有一位法律系的教授 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首达 你知不知道 你觉得转型正义这个概念 转型正义这个理论 适不适合运用在228事件上 对我来说 228事件的转型正义 它是一个不正知名的课题 但是老师他进一步追问 他说 什么是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 就是过去发生的恶行 他在过去是合法的 因为他在过去是合法 所以我们要追讨这些过去的恶行 我们就必须用新的法律 用新的正义 来检讨他 来追究他 这个是转型正义的核心 他强调的是正义的转型 接着这位老师要跟我说 可是首达 你想想看 1947年的台湾 1947年的台湾 有什么样的正义 在这里跟大家提醒 1947年的台湾 已经实行 已经存在了 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 宪法里面所保障的那些权力 完完全全都应该适用在台湾的人民身上 1947年的台湾已经有我们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原型 甚至1947年的台湾已经有所谓的提神法 有一位很有名的前辈 他本身是第一位日本台籍的检察官 他本身也是一位228事件的受难者 他叫做王玉林先生 他在当时 当时的台湾他就撰写了一部书叫做提神法解说 什么是提神法 提神法就是 当你被逮捕 当你被拘禁的时候 你可以跟法官要求说 我要申请庭审 我要让法官 我要让公正的第三人来评评你 这就是提神法 当时的台湾就已经有台湾人撰写了一部书叫做提神法解说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当时的台湾 已经存在着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人权观念 而且当时的中华民国宪法 也保障也陨落了这些人权观念 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 1947年台湾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屠杀 我们看到了清香 我们看到了大搜查 大逮捕 这些过程 他的程序 他的审判 他的处刑 充满着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我老师跟我说 228事件真的是用转型正义吗 我们可以打一个问号 因为即使回到1947年的台湾 228事件所带来的不义 所带来的暴政 本身在当时的台湾 就已经是不正义的了 我们即使是用当时的标准 当时的法律来要求 我们都可以说 228事件 他所带来的迫害 是个暴政 是个不义 那我们今天也看到 其实这件事情 不只是我在说 非常多的人在说 那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们却需要用 一代一代的人的努力 来换取 我们用一代一代的人的努力 来争取 在今天 2017年的今天 我们看到 我们的文化部 终于要求中正纪念堂 要停止纪念 蒋介石 这个228事件的元凶 或是最大的责任者 2017年今天 我们也看到 蔡英文总统允诺 要改变这段历史 只有受害者 没有加害者的现况 2017年今天 我们也看到 像是中部共生纪念组合 还有许许多多的民间团体 这种由下而上的力量 试图去告诉大家 在台湾过去 曾经发生什么样的事件 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历史 但我也必须跟大家报告 这样子的努力 非常的可贵 可是远远不够 因为我们面对的敌人 是一个人类文明上 最可怕的敌人 最巨大的敌人 那就是遗忘 我们必须 要跟遗忘来斗争 我们必须去争取 我们台湾人 我们台中人自己的记忆 我很喜欢一部漫画 它叫做《魔人侦探》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有没有朋友 有看过这部漫画 在《魔人侦探》里面 有一句台词 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就是 当你忘记的痛苦 你就忘记进化 当你忘记的痛苦 你就忘记进化 我自己很深很深的期许 台湾社会 可以不断不断的进步下去 所以我也很深很深的期许自己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在这块土地上 所发生的痛苦 在这里 我也以这句话 勉励自己 也勉励各位 当我们放弃 记忆痛苦 当我们开始遗忘痛苦 我们就停止了进化 我们就放置了进化 以上 是我黄首达 在这里 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心得 也非常谢谢 大家的聆听 那希望未来 我们自己 可以为台湾 为台中的块土地 有更多的努力 更多的打拼 谢谢大家 谢谢